专修大悲咒,化解汹涌业障 家母6月12日晚开始,打鼻涕,流鼻水 6月14日更加剧了,连续打鼻涕,流鼻水不断 最后还发烧,没精神了 我才意识到可能是业障来袭 前两天疏忽了 想到家母持咒至长,身体小小的不适应不是问题 赶紧嘱咐家母精进持咒 晚上回向时,加上回向给引发身体不适的冤家寨主 回向以后,马上见效 当晚所有的不适都消失,发烧也好了 6月15日,家母从外面回来,跟父亲说 父亲的某一位同事,79岁,去世了 两位老人在那里唏嘱,某某和我们关系不错啊 前段时间看着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我说戏演完了,就退场了,有啥好感慨的 内容莫谈了,退场后去哪儿才是重点 两老听后分头持咒去了 近来,两老修为提升不少 以前听到同龄人去世,要唏嘘伤感几天 现在尽形寿后,菩萨来接的信念日以兼顾 基本可以正面死亡了 6月15日下午4点左右 家母躺在沙发上小妹 腹部突然绞痛,无法忍受 我又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更猛的第二波野障来袭 于是,拿着家母自制的大杯水 再加入树堤,从至今师兄那里结缘的 普陀山的大杯水 到佛堂,请菩萨再加持此水 用于致母腹部剧痛 之后,让母喝了两口 再马上与父、兄、嫂 同时,把当日送持的功德 回向给引发家母腹部不适的冤亲债主 这时,我突然想到这是个绝好的实战机会 就对母亲说 就当现在是临终前了,赶快持咒 母亲疼得已经无法说话了 点头 默默持咒 喝大杯水 直到家人为母回向完毕 前后十分钟 再问母亲情况如何 母亲说不疼了 好了八成了 我问,是不是一直在持咒 母亲回答说 是的啊,一直在默念 还一直在看窗外 我问,你看窗外干什么 母亲回答说 要看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来接我 来了,我就走 彻底入戏了 过一会儿,母亲又说不行了 双小腿抽筋了 好疼 我看到母亲的左脚中指抽出着 翘的老高 对母亲说 快把今天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们 母亲赶紧念了两遍 回向给引发腹痛和抽筋的冤亲债主们 念完后即刻就好了 这简直是快的不可思议 就是这么快 6月12日至6月15日短短几天 业障变着花样翻腾 不重样 第一波是连续打喷嚏流鼻水发烧 第二波是腹部脚痛 接着第三波双小腿抽筋 连续三波猛攻 一一应对后 6月15日下午至晚上终于平静了 6月16日又来了新花样 江湖早晨开始咳嗽 越来越猛 真的是 狼里个狼啊 从早晨就一直在服堂持咒 但是一念就渴 小声念也不行 寨主们就是不让他念 磕磕盼盼念到下午五点多 老父一来状况了 开始打喷嚏流鼻水流眼泪 他每天都定时看19点到20点的央视 晚7点多钟 我说接下来你会发烧的 还看呢 赶快去念咒啊 父亲打着喷嚏想了想 最终放弃了焦点访谈 到卧室吃咒 当时我的鼻子也有点反应了 看来业障已满无转移 真的是没完没了 突然想起年初家母头巨痛时 是忏悔开誓持咒搞好的 于是马上让父母反复开誓持咒 母亲说 早上开誓了呀 把功德都给他们 请他们不要障碍 怎么效果不明显 我说那就再加上一些 内容大致是 请冤亲债主不要妨碍我学佛修行 我们不要冤冤相报 你们要与我一起学佛修行 等我往生极乐后 一定会来度你们 母亲在开誓时全身发麻 这句非常重要 是冤亲债主最想要的 等我往生极乐后 一定会来度你们 这一句话 父母持咒期间 间隔开誓了两次 终于OK了 父亲大赞神奇 持咒一小时 间隔开誓两遍后 症状全消 梁老好了 我的鼻子也好了 今天家人状态都平稳的很 算是过关了 经此 梁老更加深刻体会到了 无常就在呼吸间 短短几天 夜长变着花样 向家母发起猛攻 这意味着什么 你慢慢悠悠的修 完全不守生口意 这边修那边漏 冤亲债主们懒得理你 你就等着随缘收报吧 衡量精进的标准之一就是 夜长来袭 家母将于6月17日入精进群 就要跑了 冤亲债主怎能甘心 冤亲债主这么着急上火 正好证明了精进群是正法群 是能了生死的 此乃定业不可转 因家母修行了 身体大为好转 蒙菩萨加持 花重抱为轻受 但即使是轻受 都如此厉害 我仔细观察了 家母腹痛时的身体状况 时而都已经散了两三成了 如梅修行 以以前的身体状况 重抱来袭 肯定扛不住 每年都有好几位 父辈的同龄人 就此受报 而离世轮回 总结 业障来袭 有蛛丝马迹 家母打喷嚏就是 你不在意就会折腾家具 无底线 家母吃亏 吃袋 大意了 家父幸运在反应及时 否则一烧起来很麻烦 化解的方法是 忏悔 开示 精进勇猛持肉 和念佛 要间隔着反复开示 最好每天都开示 如有明理的冤心债主 可能会变成你的父法 连轻报都不用受 所以说 一定要反复开示 等我往生极乐后 一定会来度你们 这是冤心债主们 最想要听到的 各位师兄 遇到业障来袭时 做如是想 这是好事 是对你精进修行的一种奖赏 趁着身体还行 来得越早越好 以上 供各位师兄参考 愿师兄们勤精进 永不退转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那么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 静进群知行合一 2016年6月17日 随喜功德